第一场比赛 更重要的还是在场上能够摄影场地 包括整个比赛这种气氛 这次比赛可能比上一阶的摄影赛要多了四年以后 才去看老了四岁吧 这场比赛也在自己想象当中 然后我觉得打得也还是不错 包括前两局 包括第四局整个的人的这种衔接 还是比较流畅的 团体赛也有它自身的这种特点 所以自己也会跟团队一起 去把这一次比赛去备战好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好的发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